大家都知道韩国欧巴的颜值和身材都很好的,尤其是李忠硕,李敏昊,金语斌等人,超瘦网友的喜欢,但是今天小编说的不是这些韩国演员欧巴,而是韩国的歌手欧巴。 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看一下几位歌唱势力很高的韩国男歌手,估计很多的人都只知道圈志龙吧。 第四位,编博弦编博弦是一位来自韩国荆棘道富川市的人,92年出生的他,今年已经26岁了,但是他有着一张娃娃脸,完全看不出来,他是一位26岁的人。 不知道他的年龄的人,都以为编博弦只有18岁,小编也是觉得他这位男歌手的颜值十分的高,他是韩国组合EXO的成员,大家都知道EXO的每个成员的颜值都是非常高,不如陆寒,吴亦凡,张艺兴等人的颜值,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。 这位EXO的成员,编博弦的唱歌实力也是很厉害的,你们喜欢他这位韩国欧吧? 第三位,朴灿烈朴灿烈,也是韩国一位非常出名的男歌手,他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,唱歌也是很好听的,同时他是EXO的成员之一。 可能说EXO真的是帅哥集中营啊,每个人不仅是颜值超高,而且个个都实力超强,之前陆寒也透露说,他在韩国当练习生的时候,那是真的非常的辛苦的,难怪他们EXO的每个人,都是颜值与实力极一身的人呢。 第二位,郑真英说到郑真英,可能有少数的人知道他,他在我们国家可,能没有编博弦等人有知名度,但是他在韩国真的算是一位很有实力的男歌手。 他是韩国男子演唱组合BAS的队长,以外身为队长的人,都是实力超群的,同时他也是这样的人,而且他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。 第一位,全智龙说到韩国男歌手,肯定少不了我们的龙哥了。 全智龙确实是一位唱歌十分好听的人,在舞台上十分的有气场,他是韩国男子演唱组合Big Bang的队长。 Big Bang这个组合唱的歌,在我们国家,算是非常的受网友了,小编也是非常的喜欢听这个组合的歌,不知道各位网友是不是也喜欢呢? 全智龙不仅唱歌十分的好听,他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。 小编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。 大大各位网友的阅读,你们的阅读,就是小编继续写作的动力。 小编继续写作的一种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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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样的乐体感。 小编继续写作的文章。 感谢观看